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本期宝宝卡丁车手游 咱们还是来玩一下这个宝宝卡丁车 那么这个车的话上期视频我也是说过了 打个人道具赛混分的话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车呢后来居上的能力很强啊 又能防普通导弹对吧 而且的话呢被水文字命中的时候 百分百会获得这个弹气啊 所以说他也不用担心自己落后太多 好开局咱们连续两个道具咱们都没有吃到啊 有点伤看一下这个道具我总会能吃到的吧 这个道具我虽然吃到了 但是呢是又是香蕉皮又是橡树导弹 看一下这个道具是什么 一个水文字 好直接放出去啊 然后陈老师暂时是第四名 这波我宁可撞墙 我要吃两个道具啊 这样子比较划算啊 还比较值啊 吃到两个道具 好这个道具是一颗导弹 好直接射出去 那么这一波受到水文字进攻 被水文字命中的话 咱们百分百会获得这个弹气啊 但是受到了一个新爆被转了一下 有点难受 看一下前面这个道具能不能抢到呢 好又抢到一个弹气 直接加速冲上去 看一下前面能不能踩到加速云 加速云踩到了 然后这个这个是一颗导弹啊 那么陈老师暂时是第二名 前面这个小伙伴呢受到一个大魔王的攻击 但是他这个控车还是控的比较稳的是吧 刚夸完你就不行了是吧 这一波陈老师 我是故意被水加在命中的 因为我不想冲的太前面啊 因为冲太前面肯定是靶子 所以说 而且我手中有个磁铁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 看一下 这个道具是一个水文字 咱们直接放出去 这一波的话又能拿到一个白瓢带进去了 那么陈老师这边磁铁先用掉 前面被这个巨型香蕉皮旋转一下 但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巨型香蕉皮这个目标太大了 那这一波陈老师又是受到攻击啊 暂时又又是落后了 那这个闪电看一下 从没帮我守住啊 有点难受啊 完了又是受到 这个这个导弹攻击 那么抓紧抓住一个时机 直接放水加弹 看这个水加弹正好 的民众看一下 吃到两个道具 一个小那一颗导弹非常漂亮啊 那么再吃两个道具 又是两颗导弹直接射出去 咱们看能不能拿到第二名啊 然后又最后关键时刻呢 帮我们防住了这个普通导弹 这也是这个车的性能啊 那最终是拿到第二名还不错 前面这个第一名有点嚣张 还有谁 你就不是运气比较好吗 对不对 应该这个是不是啊 行那本期视频给大家做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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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